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领袖的时间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 保罗说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神知道经过考验的信心 胜过火炼的金子 他许和我们经过水火 却一路陪伴 领我们到丰富之地 神的信实跟美善 永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让我们有信心把自己交投给神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信心是圣徒之光 我们思想 信心是圣徒之光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 代理书三章十三到三十节 九月代理书三章十三到三十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如明亮纯心》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 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 他是那成为奇妙的救助 设计天上荣华为我讲诚 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 请愿受呼吸尽我的罪 我要唱几秒主 哈利路亚 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 哈利路亚 祝福的爱 你我从我都知道 主如一刻明亮的珍惜 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救助耶稣基督被接圣殿 他去愿为我预备地方 救命再来接我到他父家 永远与主同在大千万年 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 既有甜美快乐的笑容 众生徒同期在明亮相辰 满心歌颂赞美 祝福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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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从我都知道 祝福一颗明亮的珍惜 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但以理书第三章 十三到三十节 当时尼布贾尼撒冲冲大怒 吩咐人把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带过来 他们就把那些人 带到王面前 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你们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 是故意的吗 你们在听见脚 笛 琵琶 琴 色 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 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 却还可以 若不敬拜 比利时仍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对王说 你不贾尼撒啊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甜胸 向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变了脸色 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气倍 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 将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这三人穿着裤子 内袍 外衣和别的衣服 被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亡命紧急 窑又甚热 那台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人 都被火焰烧死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都被捆着 落在烈火的窑中 那时 尼布贾尼撒王惊奇 急忙起来 对某士说 我们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 是 王说 看啊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绳子 于是 尼布贾尼撒 就进烈火窑门 说 至高神的仆人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出来 上这里来吧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 钦差 巡抚和王的谋士 一同聚集 看着三个人 见火 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头发也没有烧焦 衣裳也没有变色 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尼布贾尼撒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 救护倚靠他的仆人 他们不遵亡命 舍去己身 在他们神以外 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现在我这样指 无论何方 何国 何族的人 傍读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之神的 必被凌迟 他的房屋 必成粪堆 因为没有别神 能这样施行拯救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 高升了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代理书三章十三到三十节 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经文说道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信心是圣徒之光 感官是走兽之光 理性是人类之光 信心是圣徒之光 意象是荣耀之光 生命的重要课题 唯独凭着信心才能明白 我目前的经验 无法参透死后的情景 这时信心必须介入 使人相信有天堂 其实尚未看见 魏蒙恩的人或许 对世俗的利益很敏锐 但对永恒世界的事物 却完全盲目 基督教的全辈真理 是与感官相抵触的 我们为那看不见的奖赏 而舍弃那看得见的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实际应用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信心使我们得坚固 可以抵挡天路历程中的 各样困难跟搅扰 信心提供无形的帮助 使我们能忍受有形的危难 如果撒旦在我们左边 抵挡我们 神就在我们右边 随时兼顾我们 第二 当我们身处 神阴霾护理的重负之下 信心帮助我们 因有美好的盼望 而忍受苦难 他在深夜中预告 喜乐的消息 且看到 从苦难而来的平静和喜乐 第三 信心得以揭开神护理的难题与奥秘 神的护理包括两方面 可见的一面 看似抵挡我们 但不可见的那一面 却充满慈爱 甜美跟美善 感官只能 评断神外在的作为 信心却能明白 神隐秘的作为 神叫那些等候的人 显明的奥秘 和那看不见的事物 真信心可以从 神发怒的言语中 领会他的爱 在最不堪的处境中 尝到恩典的滋味 当看不到任何安慰 瓶里没有一滴油 坛里 也没有任何实物的时候 我们仍有一线希望 等候信靠 并仰望 从神而来的恩惠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 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信心是圣徒之光 这个题目 现实对神正确的回应 相信神 是一如他所启示的那样 汤姆华生说 信心是一种 炼金的恩典 因为是出于清洁的心 完完全全以神为可信的 在神的大能中 甘心顺服 一个信的人 能够对忧虑 惧怕的心说 住口 神说了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 也要怎样成就 信心使人虽然还未经历 却能遇见那美好的结果 虽然还没有得到 但根据神的可信的把握 如同已经得到了 水手航向大海 几天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 看不见任何陆地 但依然无谓地向前 为什么 又知道陆地就在前方 他所倚靠的是罗盘 是航海图 而不是自己 意识看不见任何陆地的感觉 后现代主义者 想了一件事实 就是 现实世界超过人的感官 所能了解 我们的理性跟经验 都是受到局限的 不能全知一切 并且很容易出错 在临城路上 不能凭感觉行事 而要凭信心 不凭眼见 尼托生说 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 乃是看他所信的神如何 神的作为超越人的感官 理性跟经验 在神凡事都能 加尔文说 神具有不可窥测的真体 有无可限量的威严 莫能抗拒的全能 和不受限制的永生 圣经用磐石 来形容神的永久稳固 我们次序经常是 感觉 信心 事实 但神的次序却是 事实 信心 感觉 所以要让事实 扶正信心 然后 用被扶正的信心 把不可靠的感觉 拉回来 这才是正途 信心是惦记在神的属性上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上 神不被我的感官所限制 我感觉不到神 神还是在这里 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 主的兄弟雅各说 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神常常得先征服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的不信 好救我们领受 祂的赐福 在看不见神所给的任何迹象时 你的心能够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你就是蒙福的 神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信心就是 在我明白神会怎么做之前 在神面前因他欢喜 靠他喜乐 并且拒绝失望 胆怯 以及老我的冲动 一个有信心的人 会敞开心 期待神 在他生命中 要做的事 虽然一切尽都不乐观 但 他把神算进去 看神怎么做 让神成为他的一切 并且为他成就一切 新鲜的生活 建立在恒久的事物上 而不是可怕多变的环境上 我们要求的常常是感官经验 这就是多玛所要的 多玛不信耶稣复活了 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拒绝的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问安完毕之后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感官意味着 你感受到 某些事物的真实存在 对信心来说 感官犹如太阳 展示了大地的面貌 却遮盖了天国的情况 感官只能评断神外在的作为 但信心却能明白神隐秘的作为 陶书牧师说 任何必须有感官 证据 知识的信仰 都不是真正的信仰 因为神是实有的 或说神是真实存在的 他是绝对的实有 而且是自始至终的实有 可以说实有到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可以与他相比 一切其他东西的实有性 都是依附于 神的真实存在而存在 最伟大的实有就是神自己 他是那包括人 与其他受造之物的 实有世界的创造者 换句话说 神是客观存在的 不依附于我们对他所存的任何观念 存在本身 不因为你感受到或者感受不到 而有任何改变 不会因为你信或者不信 而有任何影响 神的实存跟他的话 就是我们的保证 信心是我们仰望 那不可见的与永恒的事 并且若不将 未见之事活化在心里 若不激发人心 按照这些未见之事的本质 跟重要性去行 这样的信心就是虚的 是死的 信心是依据对神的信靠 而又把握了向未来的不可知跨越 当我们心思专注在主的身上时 理性就不被感官掐住 而能升高到原来该有的地位 它也变得强壮而活泼 法国天才数学家 哲学家巴斯格说 信仰告诉我们感官所不能做的 但信仰与感官的发现并无抵触 它只是超越 而不是抵触他们 因为信心远超过感官 像尔文说 信心的知识远超过人品几例 所能参透的 当尼布奖尼萨王冲冲大怒 吩咐人 把那不肯拜金像的沙德拉米莎 亚伯尼哥带过来 责问他们说 沙德拉米莎亚伯尼哥 你们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 是故意的吗 尼布奖尼萨心高气傲 不可一世 威胁带领三个朋友 说 若不敬拜 比利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在被丢入火窑之前 尼布奖尼萨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只要愿意向金像下拜 就放他们一条生路 眼看丹里三个朋友 若不妥协 只有死路一条 但他那三个朋友 沙德拉米莎亚伯尼哥 很清楚知道 尼布奖尼萨不过是人 神权在王权之上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就一口同声 对王说 尼布奖尼萨啊 这件事 我们不必回答你 几乎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 你所立的金像 但你的三个朋友 毫无畏惧 绝不妥协 因为他们知道 即便在贝鲁之地 神一样和他们同在 即便尼布奖尼萨王 把他们丢进烈火的窑里 神能搭救 急或不然 他们指望更美的复活 所以 他们既不与王争论 也不为自己辩护 只是宣告自己的信仰 信心就是 把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给可信的神 降服于他 神给我可怕的环境 好像要杀我 但我还是要信他 结果 当沙德拉米撒 亚布尼哥 被捆绑 扔进烈火的窑中 他们荣耀了主 而主也搭救了他们 圣经说 那时 尼布奖尼萨王金奇 起码起来 对牟师说 我们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 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 王说 王啊 是 王说 看啊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神子 于是 尼布奖尼萨 就进烈火摇门 说 至高尘的仆人 沙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出来 上这里来吧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 钦差巡抚 和王的谋事 一同聚集 看着三个人 见火无力 伤他们的身体 头发 也没有烧焦 衣裳 也没有变色 并没有火 燎了气味 怎么会这样呢 火无力伤他们 有没有看错 你说 不可能啊 那是你的理 不是神的理 自然律 是神经常的作为 神迹 是神独特的作为 当神要达成 他特别的目的时 经常的作为 并不阻碍 他独特的作为 因为万有 就是靠他而立 这就是一个 向他开放 被他调控的宇宙 他能随即 以星座万事 因为他是 无限永恒的神 人的理性经验 不能成为 信仰的根据 英国清教徒 唐玛士曼顿说 感官是走出之光 理性是人类之光 信心是圣徒之光 意象是荣耀之光 生命重要的课题 唯独凭着信心 才能明白 沙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 舍弃 世俗的利益 为那看不见的奖赏 而舍弃 那看得见的 你不讲 那撒王 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事情 他因为看见 神差遣使者 救护 倚靠他的仆人 见证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至此中心的信心 而在巴比伦省 高升了他们三人 今天 你若有信心 也能像 代理三个朋友那样 忍受有心的危难 但你看不到任何安慰 瓶里没有一滴油 坛里也没有 任何食物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 因为神是 使死人复活 使无便不有的神 而看见希望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信靠耶稣 真是甜美 只要心靠主恩言 只要站在主意识上 心靠主 空腹无便 空腹无便 耶稣 耶稣 何能和他 多少事上 亦证明 耶稣 耶稣 信 inspirat 耶稣 宁你 filled out 祝无良 ordered 心靠网 姑娘 祝无人 也千万 voor一段 恩 smok lem 그러나 心靠耶稣 benefic靠多 更洁 make 心靠耶稣 这些人 只要拼着春意醒醒,能心坠入白如雪。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信心尊重你,你也重看对你有信心的人。 叫我们不能得福的,就是不信的恶心,只看环境,去藐视你的应许,轻看你的美善。 你将对你有信心的人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认识你的人就知道,不应看困难的巨大,而是专看你的伟大。 从衡量挡住去路的高山的大小,转向衡量你这位遗山者的大能。 你学证明你能力,没有极限的那些信心勇士。 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他们用信心尊容了你,而你也用独特的作为搭救了他们。 愿你用你活泼的道建立我们,说我们在各处用信心显出圣徒之光, 彰显你国度的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老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我彼不知缺乏。 …… 她是我牧者,我彼不知缺乏。 她是我牧者,在青草地上,令我在西水旁。 祂是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为祢与我同在同行 祢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宴席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